得心幼儿园小朋友手拿铃铛与金彩带带来新春贺岁表演 让现场充满年节热闹气氛 大同区公所举办新春辉豪郑春联 结合红兔大展人口政策宣导活动 透过扭出好运亲子同乐 让市民朋友从游戏认识人口政策内容 现场大同区多位里长与贵宾都到场参加 区长还准备金币金元宝还有春联挂饰 发送给民众和小朋友让大家沾沾喜气 因为春联按照我们传统的习俗 是早期是在辟邪使用 那演变到至今已经是一种祈福的活动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岁末年中的时候 举办这个新春辉豪 最主要就是想把福气分享给大家 那同时我们也结合人口政策 希望能够扭出好运 来帮人口政策来宣导 也正对台北市的人口来强力宣导 然后我们会致上我们新年的礼物 那最重要也借由我们这一个辉豪的时间 宣扬我们今年2023台北灯节在台北 那这一次是睽睽23年台北灯节又回到台北 那我们希望是说 以往都是由单一行政区来举办 实在是用时间光榔的方式来串联各区 那台北大同灯区是在永乐广场 那主要是用信服书的方式来呈现 也希望大家能够心想事成 那借此也欢迎各位四门朋友 永夜参加 谢谢大家 兼联跟早上就知道是你搞 尤其是非好每年看到李老师就知道 我赶你搞 实在是很快 我记得去年时候 没多久了 今年又是赶你年 所以这年来 虎王萨在台南区 府长领导职 可以让台南区警察发展 所以感谢 祝这个机会感谢 府长领导各位当年 对台南区的发展 以及对台南区的未来有很好的愿景 活动邀请中国书法馆李清河馆长团队 以及许景黄书法老师 辉豪正福气春联 也邀请天才书画家周虞祥 现场创作各式各样兔年插画春联 造型可爱的兔子 搭配翔兔献瑞 扬眉吐气等兔年吉祥话语 相当讨喜 因为明年是奎帽 奎帽就是兔年 所以我们今年写春年的重点 是一个平安健康 还有一个兔子 就是最近那个心会很私密 所以我们是以平安为主 所以她的今年的春年就几乎都 以平安为主题 比如说平安顺心 大同区公所借由每年举办 新春辉豪活动 不只弘扬书法文化 也宣导人口政策 并为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 增添热闹气氛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